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市攻略 我是林志棠,這個環節邀請我們跟我們聊聊 Jason,你好 志棠,你好 先跟大家報一報,內地和本江股市暫時的情況 恆指暫時升414點上來,26346點 國企指數升129點,10518點,大股成交263點多 A股方面,暫時也是靠穩 滬深300指數升大約0.6%,升19點 上升中指升10點,升幅大約0.4% 另外,深淨成分指數方面,升大約15點,升幅大約0.1% 亦提提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上有問題 都可以打來204-6566問我們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把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都是做直播,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會儘快解答大家 先跟Jason說一下市場 暫時看到現在距離其結還有幾天 今天市場更好一點,都沒有跟到外圍的下跌 11月,是不是很大機會會終止6年跌呢 還有後市都在觀望G20 是不是現在大家都是 如果中美雙方的談判不反抬呢 其實都已經叫做有得充氣一下了 當然,之前來說 大家都對於中美那個談判 本身抱有的期望都不是太高 所以你說接下來這個星期五 開那個G20的峰會 我都相信應該會有一些協議可以達成的 當然要看那個協議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純粹都只是一些叫做口頭的協議 又或者都只是說 大家都對於未來那個關稅的政策 都還是抱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基本上是沒有完全轉回之前那些關稅徵收的方案 或者去到下年的年初 繼續都需要為現在收緊那2500美金的商品 稅率是進一步要調升的話 我都相信市場來說 都未必說完全是收貨 但是由於之前市場整體那個 預期都比較低的時候 所以即使你說是今個星期出來 這個協議沒有說是太大的成果也好 但是整個市場 我覺得這一陣再跌下去的空間 應該不是說太多 但是至於你說在未來的走勢 可以有機會向上 如果突破的話 升到去哪裡 都真的要好看整個協議的內容 但是這個我覺得都無謂在這裡顧一下 基本上 以往那麼多次見到中美一些博弈 一些談判 很多時候市場的股算 很多時候都出現一些落差 所以現在就只能夠在那個市場上面 做一個叫兩手準備 如果你說現在都真的 手頭上面都比較多現金的 或者之前好彩地 在高位上面都叫做沽走貨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moment 是某程度上可以搏一搏買貨 當然你說買那個的比例 又不是說百分之百要去到入市 但是可能當中有兩至三成的資金 我覺得在現階段的水平 可以搏一搏的 當然就這一陣叫做半投機式 就搏離了 就是G10那個的峰會 中美那邊是真的有些協議可以傾成 令到我試可以這一陣 延續那個反彈浪 希望可以有機會上回去兩萬七千多 兩萬八左右 除此你說這個G10的峰會之外 其實近期在美股雖然都跌得比較多 但是仍然都不乏一些利好因素 比如說聯署局方面 在過去兩個星期 我看到不少的官員 包括鮑威爾本身 都出道來說一些說話 他最近這番言論都似乎暗示 美國在加息的進度上 沒有之前大家想到會加到這麼快 還有都可以留意 美國最近公佈一些經濟數據 比如說消費者信心指數 一些樓市的數據等等 其實就不算一面倒那麼好的 再加上鮑威爾之前的說法都說 去到下年美國那邊都還會面對著三大的挑戰 比如說國際那個需求是放緩 加息的陣友效應 開始會否現 再加上就是那個財政刺激的效應 慢慢會消退等等 都有機會令到聯署局在加息上 會多了幾重考慮 所以變成如果你說這一陣子 大家都開始炒作 聯署局在加息的步伐 會放慢一點的 令到美國的債息未必說會再抽升 美元的強勢 開始會慢慢有轉勢的話 對於中港的股市來說 某程度上是會有幫助 當然內地的市場都值得關注 因為都看回這個weekend 有些報導出來 就說在央行那邊 已經很多天沒有做這個逆回購 甚至乎現在有些傳聞說到 接下來會不會重啟正回購 就是由市場上面抽走一些資金 希望有一個收緊的動作 這個都可能會成為後市一個比較關鍵的焦點來的 因為在上幾個月 大家不斷憧憬的 就說內地的政策會有個明顯的放鬆 銀根方面也都可以有個放鬆 但是如果你說看回 在10月那下降完準之後 之後下來的時間都沒有再做逆回透了 甚至不斷在市場上面抽走一些資金 那會不會都令到 接下來大家都開始擔心 內地的貨幣政策未必說會有之前想到是這麼鬆 那這個因素都可能會令到內地A股會有些滯爪 所以目前現在的市況來講 都是受很多因素影響 而這些因素面對的不確定性都比較高的時候 所以剛剛都說了 就算你這一層真的要入市的 都只能夠可能用三成左右的資金去買貨 還有都只是駁一個中短線的反彈為主 那有機會見到市場 接下來彈上去兩萬七千五至兩萬八 那我覺得都可以找些位去吃一吃虎 但是相反來說 如果你說手頭上面已經是拿著不少貨了 之前高位又沒有沽到的 那這一段我覺得可以先搜一搜 即是沽就不用這個moment沽了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你手頭上已經有這麼多的股份 那我又不建議再去到大舉入市 所以暫時來說我自己看的市 短線那個走勢都仍然是在下面 大概兩萬五千七 到上面大概兩萬六千五這些位置 就先上下雪 但是一旦去到這個禮拜尾 見到市況真的出現一個突破 那接下來走一個單邊的行程的機會會挺高的 嗯 有幾條問題都想追問回 第一 剛才你都說可以短線駁一駁 就是G20呢 可以起碼令市場可以升更多 但是如果是要駁的話 駁什麼sector呢 那在板塊方面呢 在今年以來 本身都有幾個板塊 我覺得都算是表現得不錯的 都跑贏過大市 比如說基建股 其實在今年以來 那個股價很多都沒什麼怎麼下跌的 甚至乎有很多隻都比起年初的時候 都升了超過一成以上 但是今天就零零射射是相反的 就是你看到今天的市場 升很多了 但是好像一些基建股呢 反而是下來了 那會不會都反映著 就是現在的資金開始有些緩碼呢 就是之前可能大家炒避險 那個市場下跌的 希望找一些相對安全的資產 變相令到基建股是跑贏 但是現在我覺得有少少的 就是資金流的改變 就說如果現在大家駁回 市場真的有個比較強的反彈 那希望追回一些 之前叫做超跌 又或者是本身 就是超買的股份 就反而會令到一些錢 由之前升得多的一些板塊 譬如是基建板塊 套出來 可能去買回一些叫做高beta 或者本身之前的股值 都跌得比較慘的股份 所以如果你問我這一段 要到薄的市場真的反彈 那未必說跟之前那個行程去炒的 之前一些強勢沒什麼跌的那些 反而現階段可能要比一比 相反地就說 看到之前都對得比較多 譬如一些內房股 或者一些豪島股這些 相對你見到這一層的市場 是低位徘徊 它們其實已經率先 已經是反彈一些上來 又或者可能都繼續炒一些 本身是之前說的人民幣 有機會是見底回升 或者油價進一步向下的股份 那航空股我覺得 都還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對象 好 除此之外 剛才你也說到聯儲局的加息步伐 現在大家都擔心會不會是放慢 甚至明年有些分析都說 明年就可能停了加息週期 但是其實見到 那些息口敏感的本地地產股 其實今天藍醜的表現裡面 那些本地地產股其實做得不錯 新地都留意了幾天 其實都完全是跑贏過市 今天都升成百分之三 很多信志 新世界等等 都是升幅最大的幾隻藍醜 那些本地地產股的走勢又怎樣看 如果加息部分可能減慢的時候 那些本地地產股都可能受惠 是的 剛剛都說過 現在整個市場其中一個view 就是講著 接下來聯儲局去到 下年可以加息的次數究竟有多少 之前比較高峰那段 有些行的估計會加成 就是四次那麼多 那普遍的預期都起碼加三次 那就是看回在上兩個禮拜 就是經過聯儲局那些官員的講話之後 其實大家都開始叫做修正 就是整個美國加息的預期 那講著現在最新的利率期破市場 就說在未來這一年 就是連接今個月底那次的加息 那應該會只是加到三次息 那講著在今個月底加完一次之後 那去到下年就可能剩下兩次加息的機會 那這個預期都算是近這幾個月裏面 比較低的一個 就是現在大家都開始覺得 去到下年美國經濟有一個比較明顯放緩 那再加上特朗普又經常出口術 給壓力連署各 那或多或少可能 都真的要考慮多些 才決不決定再加息 那以一個保守的角度來講 我相信真的有機會 不是說完全結束那個加息周期 那但是 起碼在那個加息的節奏上面 會不會是可以放慢一點呢 那這個絕對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那還有我自己覺得 下年美金方面那個勢呢 都會是轉弱一點 那所以便相對於 之前都跌得比較殘的地產股呢 這一層借這個因素 炒上來 其實我就不是太意外 那但是都要小心 就算你說在美國加息可能放慢一點也好 是不是就等於本地那個樓市 近期見到有個幾明顯的調整 是不是就叫告一段落呢 那這個我也還有保留的 畢竟現在似乎大家對於 樓價未來那個的預期 是叫做降低了很多 看到近期香港一些二手樓方面 其實很多賣家都要減價 減成可能兩成三成 才找到人是接貨的 特別是對於一些新界的那些盤來講 減價的壓力是更加大 還有你看到一些新盤現在開售 一來那個好像速度放慢了 二來就算有些盤推出來 都見到個別來講 在那個discount方面 相對之前是大了很多 可能對於他們來講 都是希望以一個清存貨 作為一個首要目標 特別如果你說本身有些樓盤 是之前一些內地房地產開發商去發展的 譬如就是碧桂園現在香港搞的那個樓盤 都是屬於內房發展商去做的 那現在我們知道 就是內地那些房貸來講 就比較緊張 發展商也都是 面對一個資金比較緊張的一個挑戰 那所以他們會不會都有機會 就是香港那邊 有些樓盤建好了 都紮紮臨 是先套現了 那所以這個因素 也都可能令到現在新盤開售的定價 會逐步是有一個下調的 那所以現階段 如果你說在炒那個叫加息放慢因素 令到那些地產股 升了一陣上來 那可能短時間不排除 都有機會再跟著整個市的反彈 去有個回升的 但是以一個可能六個月至一年的角度來講 相信這個板塊 未來那個趨勢 都很難說可以跑贏大市 除了港本地地產股之外 都有一個板塊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油股 其實上個星期五 紐約旗油和布蘭特旗油 都有急跌的情況 其油跌大約8% 布蘭特旗油跌大約6% 但今天油股又非常硬 完全沒有跟跌 接下來如果油價再大卸下去 其實現在香港這部分上市的油股 是不是其實已經跌定了呢 油股我自己都整體來看 去到下年都可能比較淡一點 我都相信全球的經濟增長放緩 對於需求面來說一定有壓力 就算之前油價去到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我都堅持這個看法 也都見到近期 OPEC出的報告 或者好像國際能源儲方面出的報告 都不斷下調 明年整體原油需求增長的預測 最新來說 見到對於明年每一天 評分園需求增長 比起供應的增長 都爭了百多萬通一天 這個階段都算是比較大的一個 剛剛講到就是需求 至於供應面上 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之前就不斷炒 在OPEC那邊又減產 見到沙地或者很多非洲的OPEC國家 都是不斷增加減產力度 但是去到最近這三個月來講 都見到的情況是有個很明顯的改變 沙地那邊 就算它都叫做維持減產協議 但其實它自己私底下 就已經在增加產量出來 即是在增加產量 原因是什麼呢 純粹就說伊朗 之前就被美國制裁 有些產量削減了 變相現在就希望 要增加產量 離譜伊朗的缺口 但是如果大家想深一層 其實伊朗被美國制裁的影響 就相當有限的 基本上美國又給了很多豁免 很多的歐洲國家 或者中國本身 仍然都可以由伊朗的邊去到進口 所以基本上你說伊朗那個被制裁 對於石油的缺口來講 是不是這麼大呢 我相信不是的 但是它正正是因為這個藉口 或者這個理由 就令到OPEC很多大的成員國 都乘機在增加產量 所以變相就令到現在每一天 原油的產量 都是比起今年年頭的時間 是多了很多 去到下個禮拜 OPEC那邊就會開一個峰會 就討論是否說 會將那個減產協議延續 但基本上可能都不用等到下個禮拜 因為去到今個禮拜尾 G20那個峰會 除了我們關注中美的會面之外 其實就講的是俄羅斯的總統普京 以及沙地的王柱 或者能源部那邊的部長 都會是出席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有一個看法 就是會不會他們在 OPEC的峰會開之前 有機會在這個G20的會議上面 會面聊一聊 大家對於未來油價的看法 或者對於減產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分歧 那之前俄羅斯的立場 就很明顯的 就講到 如果你說油價在這些水平 沒有說真的再跌得太多 基本上俄羅斯都不願意再去到 有個很大幅度的減產 他覺得現在這個油價都算是合理的 所以如果你說 當俄羅斯這個非油組的成員國 是決定不跟的話 其實對於沙特來說 也都是沒有什麼動力去再大幅減產 所以如果你說當那個減產的力度 接下來可能會比今年降低 甚至乎不再延續那個減產協議 那對於油價來說 中線來說 都是會有個下行的壓力 但是短期裏面 你見到他剛剛這個月 講到WTI的原油 那個減掉了兩成多下來 那在這些位置上面 會不會真的再有個很大的沽壓呢 那我又未必看得這麼悲觀 那可能短線裏面先做一個 大概10%左右的反彈 彈完之後才再跌 都不奇怪了 好 我們講完油價表現 一會兒都想再跟Jason 講一下航空股 剛才也看好這個版法 我們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葉小姐 葉小姐 你好 早安 支持人好 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呢 我相信它是384中國元氣 明天就出業績 你自己有沒有貨 本身有 有 多少錢買呢 25.05 好 又問問Jason 那些電氣股 現在有錢賺 明天就出業績 業績 你看是不是都OK 還是怎樣呢 而且都彈了很多上來 業績是沒得估的 但現在市場上面 就覺得應該不差了 但這個就剛剛可能兩題 始終如果你市場上面 預期是比較正面 比較樂觀 怕它可能出到來 有些意外 達不到市場的預測 反而會令到大家失望 所以你看到今天 出業績之前 抽了上來 看你的心態 如果你說不想 駁這個業績的因素 或者它有機會不好 你可以趁今天抽了上來 先沽了 寧願等它出業績之後 再看整盤帳 看大行對它的看法 是否正面 到時候才選擇 是否再買 這個就比較安全 比較保守的做法 就不搏這個業績因素 但你說不是 真的都覺得 整個板塊應該繼續做得好 或者這次業績出到來 不會有太大的驚嚇 其實這股份 你說要先拿著 我覺得都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冬季來說 都是一些燃氣需求的高峰 雖然說煤改氣 但是都預計冬季的時候 煤的需求也會增加 當然燃氣的需求也會有一個增加 如果從一個基本因素去看的話 燃氣又能不能測過 需求的量一定會繼續增長 你見到今年年初到現在 內地天然氣的消費量 按電的增長 都要求近一成九至兩成那麼多 你說去到冬季也不會例外 因為今年我也相信 整體煤改氣的部分 或者是加快的情況下 那個需求量 或者消費量 還是會保持高的增長 但是大家關注 反而是怕 會不會有氣荒的問題 因為需求太強 但是你的氣源供應 是不足夠的 會不會令到很多地方 都供不到氣呢 明明有的需求 有賣家 但是你都賣不到氣給他們 那此其一 第二就是在margin上面 邊際利潤方面 是有機會受壓 因為當真的出現氣荒 變相那些燃氣分銷商 他們就需要在現貨市場上面 去採購一些比較貴價的氣源 例如像LNG方面 即場在Sport Price買 其實成本價 比起一般的定額 貴成兩至三倍 那如果你說 用一個這麼貴的價錢 這麼高的成本 買一些氣回來 但是他賣給一些工商客戶 賣給一些家庭住戶 又不可以加到這麼高的一個幅度 始終有限制 所以就會令到他們 在毛利上面 會出現一個售壓情況 去年年底 正正出現這個問題 但是幸好看回到這幾個月 其實內地都有很多消息說 今年氣荒的問題 應該沒有去年那麼嚴重 還有很多燃氣公司 都已經做足準備 譬如之前簽訂多些 長期供貨的合約 確保接下來的供應 或者內地一些天然氣的進口商 或者生產商 都加大生產的力度 所以變相對於燃氣股來說 我自己都是仍然看得比較好的 如果有留意 就是之前我的股份推介 或者之前在一些月刊報告上面 選擇那些股份 我上個月都選了這隻384 你看到這個月裏面 整個市 都在低位上面反覆 沒有太大起息 但是他都算是零零射射跑贏了 正正因為他現階段 或者過去這兩個月 都跑贏了市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在短期裏面 他就算再升也好 都可能會有些限制 或者未必說會再好 像之前升得那麼厲害 所以如果你說在這一層 你決定拿著去不走 可以 但是我建議都最好定回目標價 所以他可能會放在28元上下 他有機會升到那些位置 你拿的貨多 都可以先考慮吃了壺 好啊 葉小姐可以留意一下 Jason有兩個建議 看看你博不博業績 安全一點的就先走了 稍後 可能之後再買 如果想再博業績 都定在28元做一個止賺位 都多謝了葉小姐的電話 繼續問一下航空股 航空股真的受到油價的影響都很大 其實都炒了一股 油價跌了那麼多 航空股經常都說有得升 有得升 剛才你都說看好這個版塊 但是如果這個版塊 真的要匹一隻的話 你會怎樣選擇呢 航空板塊要匹一隻 如果你只從人民幣那個匯價 駁去反彈 或者再駁去油價 再會跌的話 那三隻裡面 敏感度最高的 就是和人民幣匯價 和油價的敏感度最高 就是南航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選擇 可能南航會是首選 這一段時間都見到 航空股個別都叫做破了 這三個月那個 這三個月的高位 當中南航都算是表現比較好的一隻 相反地 東航就比較落後一點 你看到他在11月初 升了一段之後 其實近這個星期 其實他都比較落後 但是我覺得東航來說 就未必說是最好的選擇 你問我三隻裡面選哪一隻 我首先是南航 南航暫時都在升第一百分之三 跑贏其他兩隻 國航和東航 國航升大約百分之二 東航升大約百分之一 另外再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提問 有一位朋友 問一隻992聯想 前景怎樣看呢 未有貨的 聯想在11月初至11月尾 他的股價也是 跑贏了大市 你看到他之前出過業績 整體的表現 叫做好市場預期 特別說個人電腦 那個業務上面 市佔了進一步的提升 還有看到在銷售量方面 都已經扭轉了之前 一個很大的跌幅 另外在智能手機方面的業務 都能夠收窄了虧損 仍然都虧錢 但起碼虧損是要收窄了一點 所以都有機會令到他股價之前 抽了這麼多上來 但是去到6元左右這些位置 都見到阻力相當大的 看到他在10月初那一段 升上去出現不到 然後很大陰燭地 立刻跌下來 接著下一次 就是對上兩個星期 就是一個禮拜之前 又再向上市多一次 也是出現不到 所以代表著這隻股票 去到6元左右的位置 基本上見到一個初步的頂 短期裏面他會 其實是不意外的 我甚至乎覺得 接下來要有機會再試回去 可能5元左右這些位置 所以如果真的去到買這個股份 可以再等等 你有貨在手的 初步都可能有個心理準備 短期裏面會試一試 5元這些位置 可能這位家庭觀眾都是想薄反彈 見到他下了這麼多 帶上Facebook上面 有一位朋友的問題 3968 35元有貨 應該怎樣部署呢 招行 招行 對 內人股最近都比較外製 甚至乎可以說 跑輸的大市 原因就是 大家現在都很擔心 內地整個貨幣政策 剛剛提到 有機會未必好像之前 放鬆得這麼厲害 現在見到正回購 有機會接下來會重啟 第二來就是 對於民企方面 貸款的要求 雖然就不是一個很官方 給了一個很硬性的指標 但是始終你內地那邊 又不同的部門都開到聲 要些銀行借多些錢給民企 加大比例 或多或少 都會令到他們的貸款壓力 會增加 或者他們有時 迫著借錢給民企 對於未來的貸款質素 會有些影響 所以基於這個因素 見到近期內人股的走勢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喜悉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買招行 就純粹駁 接下來的大市 可以彈得比較厲害 令到內人可以追回一陣落後 但是就算你追也好 可能上到大概34個多 34元左右 都已經差不多會有些阻力 所以如果你要部署的 都是一個短線 駁回一個追落後 駁回一個反彈為主 好 多謝這位朋友的問題 也謝謝Jayson 詳細分析 Jayson有沒有持有上述投資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Jayson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